各位,圣经教导我们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其实,要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不太难 因为当我们看到人悲伤时 我们自然会产生对他的同理心 但看到人过得好 尤其是过得比我们好时 就比较复杂了 我们或许会徘徊在为人开心 和嫉妒他们之间 因为人都是关注自我利益 也善于比较的 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时 我们不尽就觉得不是滋味 连我们自己过得还不错时 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和幸福 都已经会羡慕了 更别说是 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惨时 看到别人过得好 更是会产生奇怪的嫉妒 甚至不高兴 其实,嫉妒别人的快乐 虽是罪人的本性 但与人同乐是基督徒的标记 我们罪人很容易看到别人有的 而就可怜自己没有 所以,我们很难为别人遇到的好事而开心 比如,看到别人的孩子蒙恩、懂事、学业好 而自己的孩子却叛逆 远离主 我们真的能为别人开心吗? 或者,我们如果刚刚失去亲人 而看到别人很开心地跟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我们真能与他们同乐吗? 有时,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祝福时 就会想到我们自己渴慕,却缺少的祝福 因此,别人的欢乐有时加深我们的痛处 他们的开心有时加重我们的悲伤 但难道上帝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他还叫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呢? 因为神不愿我们继续留在只顾自己的状态 只顾自己虽然是人之常情 但人的常情不一定是理想的 因为人是堕落的 虽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何人有时觉得很难为其他人感到开心 但可以理解的事不一定就是对的事 或是我们应该放纵的事 基督徒有了神的真理 与得了从圣灵来的心性情后 应该与世人分别为圣 虽然世人或许觉得要真心与人同乐很难 但有基督在心中的人 应该能因主的缘故做到世人做不到的 能够怜悯条件比我们差的人 这是一般人都能做的 但要毫无嫉妒之心的为条件比我们好的人开心 这是更难的 但也正因为难 当我们靠主做到时 就更能凸显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了 神拯救我们过后 就是要我们成圣 变得更像基督有无私的爱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自私和容易自怜 而往往神就是用别人的事来操练我们的爱心 我们常以为爱人就是像比我们软弱 有需要的人施恩 但原来我们学习爱比我们条件好的人 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比我们幸福的人是我们不需要去爱的 有人或许会问 为什么我没得到我要的祝福 还得去祝福那些得偿所愿的人 比如自己没能结婚 还得花钱送人结婚红包 自己没能生孩子 还得送人满月礼物 有些人越这么做时 就越可怜自己 但其实神正是借着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 叫我们不要老想着自己 且能突破自己的自私 更是能大方的爱人 甚至爱比我们幸福的人 神是非常注重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的 所以福音是带来和好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不能与人同乐 这其实会破坏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 试想不能与人同乐的反面是什么 就是嫉妒人 甚至因嫉妒而向他们无理的怀怨 明明别人遇到开心的事 比如能够结婚生子 或身体比我们健康等等 不是他们的错 但我们不能与他们同乐时 奇怪的 心里或许就莫名的不喜欢他们 或是想到他们就不舒服 这种不喜欢或许不知不觉 就从我们的语气表情流露出来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或者我们会责怪神不公平 给别人我们想要的东西 却不给我们 使我们与神之间也产生矛盾 但其实换个角度想 当我们看到别人蒙福时 这原来也会给我们某个程度上的希望 不然难道每个人跟我们一样痛苦 我们才会比较开心吗 试想 如果所有信主的人都很惨 都没有遇到好事 我们岂不是会更绝望吗 但当我们看到 有些人在神的时间表里 也遇到叫他们开心的事 我们也会找到盼望 知道神在他的旨意和时间表里 也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他人的开心事 不必成为我们嫉妒的事 乃是能成为我们的盼望 以致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同乐 一同赞美神的信实恩典 重要的 我们要恢复以基督为满足 坦白说 一个人若很难为别人开心 反而容易嫉妒人 是因为他总是在基督以外寻找满足 而且他也总是在想自己没有的 却没有多确认神已经给他的 其实当神祝福他人时 并不代表神就没有祝福我们 只是神祝福我们的方式 跟他祝福别人的不一样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要寻求在基督里的喜乐满足 而不是一直关注我们有或没有的 当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时 我们心中自然会充满喜乐 因为看到在基督里 我们拥有一切的生命意义和所需要的 最后我们是继续要跟不能与人同乐的心征战 我们不需要听从我们的感觉 纵使有时我们真的很不想与人同乐 我们不必顺着我们的心 相反的 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自私嫉妒除去 且以神的真理和爱来取代 神的真理会提醒我们 祂是多爱我们 多祝福我们 祂的计划也比我们自己想要的更好 当神的真理改变我们的心时 我们那比较和嫉妒之心就会退去 以致我们越可以与人同乐 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要效法基督 要爱人与人同乐时 我们的自私和比较之心就会拉扯我们 但我们若横切地与之交战 就会看见神帮助我们 越来越得着与人同乐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